关注我动态的朋友会知道 我最近开始招剪辑师了 到目前为止 我收到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简历 当然也有很多是投了实习岗位的 也有不少当过up主 或者是以后想要成为主播或者up主的 我发现同学们不仅需要剪视频 录视频 打游戏 还不约而同的都喜欢用premiere软件来剪辑 虽然我个人希望是用final cut的 考虑到同学们对这个行业硬件上 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了解比较有限 技巧也比较轻涩 所谓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今天我就来分享了一下 一个自给自足的游戏主播或者up主 所需要的PC具备哪些素质 首先我们来看看up主或者主播 它需要什么 这台PC最好是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录屏的 它应该还需要录主机游戏 第三个因为你要直播嘛 所以还有可能需要自拍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直播或者说录屏的过程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少录PC游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用的是5700XT 非常不适合录游戏 怎么录怎么不顺利 要么闪退 要么掉针 之前我光是录博多之门3的素材就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假设你的游戏PC就是你的直播PC 那整个流程的三个环节 运行游戏 渲染画面 编码视频全都要靠你电脑的两个零件 CPU和GPU来负责 运行游戏就需要消耗大量的GPU资源和不少的CPU资源 如果你的直播或者录屏上是需要叠一些文字啊图片 或者是你自己录的自拍视频画面的话 那么你还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在编码之前 有一个渲染整合出同一个画面的过程 这是消耗GPU资源的 但是不算太多 但现在你看GPU已经快要满了 CPU也用了超过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 就是编码 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像过去的人那样选择X264编码 那么就需要消耗非常多的CPU资源了 因为它全部都需要CPU来承担 为了不让沙子露出来 你可能需要很贵很多核的CPU 才能不和其他任务冲突 但如果你还多一个杯子 专门负责编码 你的CPU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高的要求了 这个杯子就是NVinc NVinc就是NVIDIA Encoder 是20系开始 英伟达显卡上一个专门负责视频编码的硬件 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心 你大部分时候都不用考虑 编码带来的性能冲突 会不会录屏导致游戏掉针 或者游戏导致录屏掉针这些情况 而且这个芯片本来就是为了加速剪辑而生的 如果你是在用Premiere 或者是达芬奇Resolve在剪辑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更加明显 之前为了玩2077 我买了一个3080 但是我机箱什么东西只有一套 当时就已经把我的5700XT拿出来了 这个显卡空着也没有什么用 还是得把它装到机器里对不对 但是因为5700XT 显视频不是很友好 所以我换了一个显卡 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组成机器 30系显卡的NVinc是第7代 其实上一代第6代也是完全够用的 1660以上的显卡都有差不多的表现 我就选了3060了 主要是性能差不多 刚好能够对标次时代主机 3A游戏足够用 而且还有很多30系的方便功能 这块是微星的大块头魔龙RTX3060 我看到有人问这个3060既然可以做的那么小 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大 其实显卡这个东西型号相同 块头越大的话它散热越好 反正机箱大放得下 块头大一点也没什么 仅仅是直播录屏对CPU的要求不会很高 1000块也可以 但考虑到还有后期剪辑要做 而且一整个主机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个AMD的Ryzen 5 5600X 性能不错 价格也不贵 对好多人来说 如果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是 风扇越多越安静 因为散热规模越大 效能越高 风扇就可以设置为更低的转速 而且微星这个是环形风扇 比一般的风扇 噪音还要再小一些 对于一个需要录音的环境来说 这点就还是挺有帮助的 第二个步骤是采集 那么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采集卡 采集卡就是单独的用来抓取 外部视频信号的设备 比如采集主机或者相机的视频信号 把它们转化为电脑能够读懂的格式 采集卡有各种不同的规格 有USB的 也有PCIe直接插在电脑里面的 其实我自己一直的方案都是 Mac加USB采集卡 可以说是最差的方案了 完全是因为我们已有的电脑 全部都是Mac 有的时候为了录4K 还要用雷电3采集卡 很不推荐给大家 因为现在要做专门录屏的PC 所以我就选择PCIe 直接插在主板上面的采集卡了 这个是Elgato的4K60 Pro Mk II 可以采集4K60的画面 甚至也可以采集HDR 也支持4K60HDR的环出 环出就是你在采集的同时 你看到的玩到的画面 不会缩水也不会延迟 基本上市面上最高级的了 但是它只能够插在主板上 不能USB 我估计大家都用不上4K录制 所以大家买个1080P的就可以了 我推荐Elgato的HD60加 和圆缸的GC553 这两个都支持4K60环出 和1080P采集 而且都是USB的 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用 现在我们这台性能可以匹敌 次世代主机 价格却是好几倍 的PC就大功告成了 干杯 赛博朋克2077 1440P 同时我后台还开着OBS 在进行录屏 帧率差不多是60左右 60fps左右 还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我把PS5插在了主机上 因为主机里面有采集卡嘛 再录4K60 因为这个时候电脑只需要负责采集 它不需要玩游戏 所以肯定是没问题的啦 最后一步就是自拍 这个分人 很多人可能用不上 但是我这里还是提供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 能够提升直播画室的方法 就是这两个 采集卡和相机 我们刚刚说过 采集卡只要是HDMI信号 就都能够收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CAM LINK 4K 它只有入没有出 就专门是给相机来用的 好处是不需要驱动 就可以被电脑识别成USB摄像头 其实另一边连的是可以换镜头的相机 相机的话有什么相机就用什么相机 只要有HDMI输出就可以了 我自己用的是索尼A6600 另外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打个光 补光的学问太大了 我就不啰嗦了 大家各显神通吧 打光的效果比提升相机啊什么的 效果要大太多了 如果你想再fancy一点 你可以整一块绿屏 抠像用 但是比较贵 便宜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英伟达自己的一个软件 叫Broadcast 官网可以下 可以开一个叫AI抠像的功能 它是没有绿屏的 靠机器学习来识别 抠的其实还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叫AI降噪 比如说机械键盘的声音啊 或者空调的声音啊 用这个AI降噪就会比较有效 还有一个人像追踪功能 会帮你把你的头放大 然后追踪你的头 在画面上 我本来想直接演示一下这个功能了 但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我弄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办法在这台电脑上面 成功安装 所以就没有办法演示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录屏直播采集 最后是自拍这几个过程的一些 我的小心得和一些推荐的装备 希望能够帮助到 想要做直播或者想要做up主的同学们 如果你有学到什么的话 记得给我留下三连哦 因为一般的转型优优优独播좌 明镜就有话 明镜在街头